我们上次就介绍了一样新工具,它就叫LOG 它的职责专是用来对付一些某个数 它的次方是等于另外一个数的这一类数学 很简单,根据我们上一课的定义 我们不难找出X,就是等于LOG 记住要留下底,底我们也要讲究竟是什么 所以这里我们要加4 这个是上一堂我们讲过的东西 如果我们将它代入去,我们就会有4 所以...的LOG 4仔底的7,就等于7 你看到我特意由右边写过来 就是因为我想大家由左边读上来 那就是说,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数来说 这次是说7 对于任何一个数来说 那么我们可以 这么粗将写它 是某一个数的底 这次是4 某一个数的底 然后落同一样的东西 那将这个7呢 我叫做升了它上神台 那...所以,如果把它代数化 拿一些英文字母去代替 这条式里面的7和4呢 那我们就会有这条式了 对于每一个A 每一个A 那我们都可以引入 新的一个符号 叫做X 那X 的LOG X底A次方呢,就等于A 就是这样了 那这一条... 这个动作呢 那我叫做A 升了上这个次方 升了上神台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方法 去引导我们 如何得出我们今次上讲的主角 这几条对数定律 那在之前Indexes那些课 我们都有几条 Indexes Law 那这次呢 同样道理 那是时候就开始 邀请我们今次的主角 这几条对数的定律出来 那第一条呢 就说 如果我们LOG 一件东西 这个是A的B次方 那就是说 这个次方呢 是可以拔出来的 那你看到 这条B呢 就拔出来 是LOG的作用 就是B乘以 这个是乘啊 B乘以一个 LOG这个东西 LOG做一个A的 那如果里面是两个 今次不是次方 那就是双乘的话呢 那就是LOG A乘以B 那就等于 LOG A加LOG B了 那底呢 要跟回一模一样的 那呢 然后我们有A除以B的话呢 就是LOG A-LOG B了 OK 那 至于下面呢 上面呢 你看到 这些底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全部都没有 都没有改过的 那至于下面呢 就是要换个底了 那分别有LOG X底的A呢 就等于我们 可以换任何一个底啊 换这个Y是任何一个数 那我们换底的话呢 就可以换一个 例如LOG的Y底 的A 除以LOG 由Y底的X 那 那 为什么要有一条 这样的色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 会无端端需要换底呢 那 其实 我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 就是 我们针对平时 用开的计数机 那计数机呢 比较容易 找到LOG制的 那但是 你 好像没有办法找到 究竟我应该在哪里 输入这个底啊 那 没有位置输入 我之前上一堂就说过 如果我们 没有 讲明的话 那 Default 那 就是例如我只写LOG A 那我没有写个底是什么的 那Default呢 这个X呢 就是10的 那 计数机做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全部都是用10 来做一个单位的 那 但是如果我 好像上一条那样 上面 我没有说过 如果我需要 知道LOG 的 4仔底 那上面的7的话 那究竟这条要怎么做呢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需要 用一种新的方法 去令到 计数机 计到这个数目了 那我们就 加一个Y Y今次呢 那 计数机就计到10 那所以我们今次就说 这个Y呢 是10 那把这个A呢 变成7 那 那就是LOG 7 除以LOG Y是10 那就是可以不用寫 就是LOG7 除以LOG4 那 那 你计了这个之后呢 那就正正 答案就是等于这一块了 就是我们想计的这一块了 OK 那 so far so good 那至于下面这一块呢 就说 LOG X底的A次方 就等于 LOG A底的X次方的倒数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 我知道 可能 有些朋友仔呢 他是 怎样说呢 可以classify它为实务派 那他们呢 就喜欢 了解一下这几条 LOG 的应用层面 多过怎样proof的 那 我完全理解这一点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这一类朋友仔的话 那 其实这一套片呢 去到这里就完的了 那 因为我接下来 想着要说的东西 就是说这五条东西 怎样proof的 那 那 而相对地 对于另外的一批朋友仔呢 呃 他们 怎样说呢 有时候 如果你 无厉害的 只能带一条东西给他呢 那他会用得很不安乐的 他的心会很不舒服的 那 有些东西是需要 尘根究底的话 那接下来 这个Session就适合你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这五条东西 究竟怎么来的 那我们开始了 那 那 我们这五条东西 基本上都会借助这一样东西的 那首先我们会引入一个A 那然后 将它升了上神台 那升了上神台 之前已经说过 怎样用的了 那 那 要怎样可以proof到第一条东西呢 那 那对于lock呢 就是要处理一些次方的问题 大家都可能比较棘手了 那我们怎样入手呢 我们看到这条式呢 我们有A的B次方 那 我们由A 我们由这条式开始 那 可以怎样做呢 那 这条式的左手边只有A 那这里有A的B次方 那我就尝试一下 两条式 同时B次方了它 A的B次方就等于 X Log X底A 整个东西的B次方了 OK 那 那下一步呢 我们做的东西呢 就是 再一次 将这一块东西 这一块东西 升多一次上神台了 那这一块东西 升完上神台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 又是引入这个X X底 Log X底 A的B次方 这个很复杂啊 这里有三重X 然后这一块是次方 Log 那这一块东西又是次方 那等于呢 这个就要用回我们 在指数上面所学过的东西 Indexes Law 例如 例如 3的2次方 跟着的5次方 那它又说 这两个次方 是可以双成的 那 就会得出3的10次方 那所以呢 这一块东西呢 这一块东西呢 就是这个B呢 可以乘成进去 那乘成进去之后呢 我们右手边就会有X 这个B乘成了过来呢 就会有B Log XA 那就是B乘成了整个Log 那呢 而对于这一块东西呢 我们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 例如 Y的三次方 那它必然等于Y的三次方 那 由于它的底呢 一模一样 那 所以 它这个 次方呢 那个位呢 都一模一样的 那既然我们这次 两个底 都是X 这个底 和这个底 都是X 那就是 这一个次方 就等于 这一个 的次方 那 把它拿下来 我们就会有 Log A的B次方 就等于 B乘以Log A 那就是第一条式 第一条式就是这样来的了 那至于第二条呢 我们又看看这条题目 这条题目是需要A 乘以B的 那这次呢 我们出发点 又是由这个开始了 我们有A 那我们就 新增一样东西了 这就是B了 B等于什么呢 我们又用这个星辰台法 把B升上层桌 然后我们 手头上 又有A又有B 就可以开始做了 一开始 我们有 A乘以B 因为这条题目 需要A和B 乘在一起 那A乘以B 我们就理所 我当然把这两个东西乘在一起 XLog A乘以XLog B 就是这样了 那它的做法呢 接下来的做法呢 就和Proof第一条的方法差不多 那第一条呢 这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我们就说 是将等好左边的这一块东西 再升多一次它上层桌 那所以呢 这个等好左边的这个AB呢 将它再升到层桌 就会等于 XLog X AB 上一条就是 A的B次方 那这次就是AB了 那右手边呢 右手边 上一次用的东西都差不多 上一次我们没有用过一个指数定律 去进行右手边的转换 那这次又是了 我们对于 A的M次方 乘以A的N次方的话 就等于A的M加N次方 就是将这两个东西加起来 那所以这个就将会变成等于XLog的A 再加Log的B次方 那么 那同样道理 那同样道理 今次的底子又是X 那所以呢 捉走完X之后 我们就留下一个次方的那个项 结果 我们就会有 Log 如果里面那块东西是双成的话 即是AB 那就会等于 Log的A 再加Log的B 那就是有第二条式 第二条式就是这样来的了 至于第三条式呢 那我Came呢 第三条式呢 我Came呢 B就等于1除以C B等于1除以C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代入了 这条式的左边呢 这条式的左边呢 我们有 Log X 那A 乘以1除以C 那理所当然这个东西 A 就等于右手边呢 这一条 右手边呢 就是Log A 加Log B呢 就是1除以C 跟着 这个 A乘以1除以C 就是 你所当然的 是A除以C 右手边呢 就是Log A 加Log X 这个1除以C呢 我们又要用一些 Indexes Law 1除以C 也就是C的-1次方 对不对 那遇到次方了 次方这个 题目又来了 那说到Log 某一样东西 那它那样东西有次方的话 你记住啊 这个东西 那个次方呢 一定要在Log 里面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次方可以搬出来的嘛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人的定律 那 现在有个次方 那是时候就可以 拔它出来了 那所以在下一步呢 就会有 Log A除以C 等于 Log X A 把这个负1 拿出来 就是减1 那1 乘以1 等于这个东西 Log C 那 那接着 下来呢 只要把C 呢 之前切B 里面的1 除以C 那如果我把C 即是C 即是我再切到任何数字 都可以的 那今次把它拿出来 做回B呢 那 就会有 第三条题目了 sorry 是第三条的定律了 那第三条定律就是这样 基于12 将它结合在一起 那 改了个符号 那A over B 那这个就是Log A -Log B 那至于第四条和第五条呢 就是这两条呢 就是和 这个换底有关的 那之前说换底 为什么要换底 就是 我想到暂时是和计数机有关 那可能迟些会有更多的 影响的 那 那 究竟 怎样来的呢 那 一开始呢 如果我们由这个 由 我们原本这个星神台公式出发的话呢 那 看到 有个A 对不对 左手边呢 我们又要Log一件东西 那我们尝试一下 将这一条色又Log一件东西 看看会变成了什么样 如果两条色 同时都Log 这件东西的话呢 那 没问题啦 Log X Log X-A 那 那 为了避免混淆的话呢 我就想说 今次我们引入一个新的Log 就证明呢 这个底呢 不一定等于这个底的 那当然要不同啦 那如果一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换底 对不对 那我们要尝试换底嘛 那所以我们引入一个新的底啦 那就和这个X不同的 和这个X不同的 这个新的底就是Y啦 Log完之后呢 那我们又要用回 第一条色咯 因为Log 这个东西 今次这个东西是 是X的这个脂肪来的嘛 那Log里面有次方的话 那整个次方就又可以拔出来啦 所以下面那一步呢 就是主要拔这个东西出来的 Log 把Y写下一点啦 知道它是底了 等于 把这个东西拔出来 Log X A 再乘以 这个是乘数来的 乘以 Log Log Y底 X 那我们有了这条之后呢 只要把Y底的 固在一起 那就可以了 那下一步就简单啦 把这个东西拔出来 取回它 摆得好一点 那我们就会有 Log Log X底 A 等于 分子是Log Y底 A 除以 Log Y底 X 那就是这条式 Log So far so good啦 那 那 而下一条问题呢 就讲 其实跟之前一样啦 之前我讲过 第三条条是由第一、二条组成的 至于第五条条是由第四条 过来的 那这条呢 就是说 Log X底的A 就等于 Log A底的X的倒数 倒数就是说 这个是-1 -1的次方 也就是 1 除以 Log A底的X 那 首先搞清楚一件事 这个次方呢 不是在Log 里面的 之前说过 Log 里面的次方呢 是可以拔出来的 那这个-1 你说 将它等于 -Log A底X 是不行的 因为 这个次方 这个-1次方 不是在Log 里面 不是在Log 我们就做不到这个动作 拔出来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1次方呢 只不过是告诉你 是等于 倒数 倒数就是1 over Log X 就是1overLog 括户里面 1over括户里面 就是这样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之后呢 要Proof 这个东西就 比较简单 一样的 第一步呢 就由 我之前说过 第五条式 就是由上面的这条式 出来的嘛 那所以呢 由 第四条式出发 Log X A 等于 Log Y A OverLog Y X 既然是这样的 那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 切 切 切什么呢 只要比较一下 这个项和这个项 一模一样 那 这个结果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它的份母呢 有Log A X 那 这个份母呢 就是Log Y底 X 那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切 这个新切的这个底 就是 这个 Y 等于 等于 A 那 所以 这条式呢 就会有 左手边 不变 它右手边呢 这个A 右手边 这个Y 就会变成A 那 下面 的 这个Y 呢 都会变成A 暂时写了Y 那 而 我们 显而易见 这里有 Log A 的A 这个东西 就是等于1 那 所以最终我们就会有 Log X 底的A 就等于 1 除以Log A底的X 那 就是这样 那 以上呢 就是 如何Proof 这五条 和对数有关的定律